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过去 我讲感应篇 编了一个课判 你们有没有看到过 有没有 把它找出来 印给大家 这两句经文在此地实际上不失达到真正圆满的境界 佛家讲三轮体空 这是三轮体空的前方点 也是三轮体空的初步落实 是我们可以做得到的 施恩要求报 这个诸节里都做得好 贪心未忘 愚人追悔 令心未化 贪而且令 君子不为 是儒家讲的最低的标准 儒家最高的讲圣人 其次的贤人 再其次的君子 这从前人说 读书 读书志在圣行 读书人要把自己的境界最低限度 要提到君子这个境界 你读书才算真正有受用 那么由此可止 儒家的君子 所以三轮体空的反正 三度烦恼没有断 他能够服得住 我们佛法讲 扶烦恼能服得住 烦恼兴起扶不住 这君子以下 这小人呢 这是我们一定要清楚要明白的 为什么读书 读书的真正意义目的何在 如佛所说的 无非是做个明白人而已 明白肆理的人就称之为神仙 懂得分寸的人 这是君子 所以布施决定不要求果报 佛在经上确实有书 佛门当中 布施佛陀菩萨阿罗汉 果报不可遂 所谓是施以得万报 其实那个万是形容词 不是素词 决定不止万倍的果报 于是许多人呢 把这句话错毁了意思 哎呀 佛门的生意好处 一本万利 大家都到佛门里面 来布施 来修福 目的何在 求发财 求升官 求佛菩萨保佑 全是为了贪心 为了贪心 能不能得果报呢 实在讲 事实因果报决定 哪有没有果报呢 不过果报没那么大 布施这个道理 要讲起来很深的 那要讲 你是什么动机 你用的是什么心 你的动机是纯善 你的用心广大 那你果报就大了 你的动机 是为了求自立 心量很最小 你布施的果报也就小了 佛家讲的 这个布施 少施得多的果报 得大的果报 那是说 人心清净 真诚清净 广大心 是不是 这个布施果报 就不可随了 我们同样的 佛不是一块钱 我们不是一块钱 我们不是一块钱 果报可能就是一块钱 佛不是那一块钱 果报不可思议 无量无边 什么原因 佛用真心 佛的心包太 许亮周杀戒 我们怎能比得了 对佛家讲 十一德万报 不是假的 但是你要懂得 人家用的是什么样的 阴心 才能得到 无比殊胜的果报 所以我常常叫同学们 人家为你借钱 你欢欢喜喜借给他 绝对不可以想着 他将来还给我 来借给他的 就是送给他的 他还过来 很好 不还过来 也很好 你就没烦恼 你这个朋友会交得很厚 你看看多少好朋友 为了这个借钱 才到后面 反目成仇的 历史上有 我们现前环境上 也要看到不少 为什么会成这样 就是借出去 还想还回来 这个错误 决定是错误 你借都不求还 何况不失 不失要求果报 你的心就不清净了 不清净 果报小 清净心 什么都不求 果报大 我们现在讲 无私的不失 无条件的不失 这个果报就属胜了 你送给人家 附带很多条件 人家如果是对你的报答 往往这些报都是不如意 现实上的例子 注意如果细细反省一下 你就能够观察到 二次世界大战之后 大战期间当中大战之后 美国对全世界经济的援助 有的是战 有的是正义 对全世界 十十多多受灾难的 干争灾祸的国家 都采取经济的援助 不失 但是都是附到很多很多的条件 结果所受贞的国家 没有一个不讨厌美国人 没有一个不埋怨美国人 什么原因呢 求报 如果美国人要是 念了太上感应篇 要是懂得佛法 他今天的的确确 是在可以统治全世界 全世界的人对他 没有不安感恩待的 没有不拥护的 为什么呢 不失不求报 这是什么 不失恩德了 能感动人呢 他不懂这个道理 你今天有困难 我以前才帮助你 附带十十多多条件 你当然会接受 为什么呢 接受解决现前的困难 心里不服 人同此心 心同此也 如果附带条件太枯渴了 怨恨心永远化解不了 这个是没有智慧 没有得神仙 读神仙书 不懂这些大道理 佛家讲的 佛家讲的 同志世间的 这些帝王 佛经里面讲的 最大的精伦圣王 他同志的 一丝天下 我们今天都被他同志 但是我们自己不知道 我们也没听说过 正如同什么 我们的国家土地太大了 那个住在农村里面 叶僧也没有出过门的 他哪里知道 什么皇帝 什么总统 他不知道的 他天天过他太平日子 他这个范围是国家同志 金仑圣王 佛经告诉我们 他同志的范围多大呢 一个单位世界 从前我们认为 这个单位世界是个太阳系 他同志太阳系 我们是太阳系列的小星球 所以有人讲看到飞碟 我听到有飞碟 我也曾经见过 可能是经文圣王派人到这巡查的 佛经讲的 他为什么称他做轮王呢 他有轮堡 这个轮堡是原型的 是他的交通工具 也是他的兵器 像我们现在讲的战斗机一样 也是他的交通工具 轮堡 那个飞碟是原型的 很像个轮堡 飞行的速度非常快 佛经里面讲的 在一天当中 他就能够飞行 巡查整个太阳系 这么大的范围 是他从下的 这是我们从前的解释 要是依据黄念族老教授的解释 那个范围大了 黄念族老教授的解释 一个单位世界 是我们现在讲的银河系 银河系的王啊 经伦圣王啊 我们在整个银河系里面 银河系 现在科学家计算 大大小小星球 至少有一百亿个 我们这个地球在银河系里面 还算是个小星球 不大了 这个是佛家的最大的过往 佛法最大的 其次银河王 铜河王 铁河王 我们这个世间的过往都不在数啊 都算不上的 那么这个人佛报大了 无论是人间天上 富是财富 贵是地位 那都是古报啊 富贵受考啊 都有因缘的 如果不修音 你怎么能得到古报呢 地位越高的人 聪明智慧 超过常人 他从哪里来的 不是天生的 都是受到良好的教育 教出来的 过去 眼陪法斯在世的时候 好像是我 我头一次还是第二次 第二次 第二次 我到新加坡来的时候 好像是 79年的时候 大概是1979年 他请我吃饭 问我 他说 净空瓦斯 你是赞成民主制度 你还是赞成君主制度 我跟他讲 我赞成君主制度 他说 你落伍了 我说 我并不落伍 君主制度的帝王 希望保持他的传统 希望他那个朝代 子子孙孙都能够维系下去 他有这个有限 所以 对于集成人的培养 可以说 用尽心血 因为有好的集成人 他这个政权才能保得住 如果是个败家子 一定是 家破过往 所以对于集成人的培养 集成人的教导 都是请国家 第一流 有德行 有学问的人 要教导 要教太子 换一句话说 他是受最好教育的 这个就太难得了 别人没有这个机会 他有这个机会 他只要不被 这些财色明实税 迷惑颠倒 他统治这个国家 决定不至于到败亡的地步 过如是 家也如是 所以从前 父母 全心全力 教导自民 这种现象 在民主里头已经没有来了 民主里头说了这话 责任心绝对比不上从前的地步 民主一任 三年四年 下一任能不能连玄道 是个未知数 所以我总是觉得 民主比不上郡主 尤其是中国古代的政治制度 跟西方不一样 西方确确实实 那个帝王都是独裁的 中国说老实话 你从中国政治制度 可以说是 周朝时候就相当健全了 汉朝时候 那就是确立了 你看看古时候 诸位多历史 军选跟项选 分得很清楚 军选跟项选 那种关系 就像现在公司一样 军选是董事会 权力机构 项选是办事的机构 总经理 在项选等于总经理 皇帝好像董事长 权责化得很清楚 皇帝并不是完全专制 听别人意见 接纳别人意见 这都是从小教的 不能接纳别人意见 不能够尊重别人 你这个皇帝位子 军作久 一定有人起来 去而代之 把你推翻 所以中国的政治制度 非常好 过去方东梅先生 至少给我讲过十几次 可是我对这个没兴趣 他叫我读周理 他说周理是全世界最好的宪法制度 周公之地 如果周朝的后代都能够遵行 不违背 他说可能到今天还是周朝天下 子孙不照这个做了吗 那就没法子了 那就亡国了 伤 因周王的败王 打击女人 宠爱女人 周幽王的败王 也是宠爱女人 那个皇帝一宠爱女子 就完了 他不是别的原因 样样听他宠爱人的话 真正忠心谋国的这些大臣 他都不理会了 不但不理会 有的时候讨厌把他杀掉 他怎么会不忘国呢 所以诸位要想的 朝代的灭亡不是制度的问题 而是末代帝王 昏迷 他才会亡 他要能守住祖宗的惩罚 不会亡 守住圣人的教诲 守住圣人的教诲 就能得到天下人 这是新约臣服 圣人的教诲 须于高位 对天下人 不识恩德 你看佛教菩萨 第一个不识 第二个受罚了 持戒就是受罚了 受罚这个意思 深广无尽 第三个叫我们认输 要有耐心 要能忍 第四个精进 第五个禅定 禅定就是心里头有主张 不轻易被外面境界动摇 末后是智慧 什么是智慧 不求报是智慧 不追悔是智慧 帮助别人附带十多条件 没有智慧 所以唯有高度的智慧 才能真正解决问题 这个注解后面 引金刚经上一句话 菩萨与法 应无所助 而行不实 这个境界比这年纪又要高得太多了 无所助是完全不注相了 真的做到三能体空 所以经上又说 菩萨不住相不实 其福德不可量 都是真实话 解决这个世界 解决这个世界的纷争 领导世界 主持这个世界 我过去跟诸位讲过多少次 你们看到第一次世界大战 第二次世界大战 海湾战 我们买这些微信机 你们都看过 问题又没解决 不但不能解决 越高越复杂 战争要能解决问题 第一次世界大战 问题解决了 不可能再有第二次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 问题还是解决不了 这还有第三次 后头还有第四次 第五次 无数次 这就是说明了 战争不能解决问题 什么能解决问题呢 世恩不求报 与人不追悔 问题就能解决 美国人打韩战 花了一百八十亿美元 一百八十亿 这一百八十亿要拿去布施南北韩 我想问题马上就解决了 无条件的布施 一布施之后 来调停他们 谁不尊重你 谁不听你的话 你是好人嘛 越战 花了十倍 一千八百亿美元 不但不能解决问题 永远借的冤仇 冤冤相报 没完没了 谁愿干这种事情 这一千八百亿送给越南 我相信越南人看到 美国人都喊老祖宗啊 大门人啊 我们冷静想想 无私 无条件 帮助别人 真正是 是为别人利益着想 才能解决问题 今天这个世界纷争 解决不了 为什么呢 任何人 他考虑问题 第一个 观念 对我有没有利益 我们常常在报纸上看到 美国人处理问题的时候 跟外面交涉的时候 符不符合美国的利益 这一捏 就解决不了问题 问题节省在此地 无论用什么手段 都解决不了问题 解决问题的 圣贤教会上 你要考虑他 为他的利益 符不符合他们的利益 符不符合大众的利益 不要把符合我的利益 把前面 我的利益是自私自利益 你怎么能服人呢 念念想到他的利益 社会大众的利益 把自己的利益 把自己的利益抛弃掉 给注意说 自己真正得最殊胜的利益 于是我们就明白过来了 真正能解决问题的 圣贤的教会 我们中国人讲话 现在真的是人为言轻 没有人相信 英国人 唐恩比说话 人家就相信 他说的话很好 一点都没错 真正能解决 二十一世纪的 社会问题 只有大乘佛法 跟孔孟修书 这他指出来 大乘佛法是什么 孔孟修书又是什么 到哪里去找 现在找孔孟修书不难 找大乘佛法也不难 找到之后不懂 佛家常讲 佛法无人书 虽智莫能解 找到了看不懂 或者看 把意思看错了 去解了 还是不能解决问题 所以 总结 这是一个教育的问题 要解决教育问题 头一个是私自问题 如何来培养私自 今天 这个世间 第一等的大功德 培养私自 诸位一定要明了 今天王国灭种 不怕 下次 道童断绝 是大死 佛家将是发生 会命的 这个不能断了 这个断了的时候 这个世间人 苦难无边 这道童不能断了 能有一两个人 是佛的 会灯 一切众生 就有得救的希望 就有一线光明 这个机会 也不是容易遇到 我们遇到了 要珍惜 免疫 祝福菩萨 神贤的道童 要担负起 这个使命 这个使命是世界 第一等 伟大的使命 你能不能做这个工作呢 那就在你发心 你真正要发心 一定要居足 清凉大师所说的 信节行政 这四个字 通通居足 你都能够做到 你就能承担这个使命 无论你现在过的是什么生活 无论你是在什么样的工作岗位 都做得到啊 贫穷沦落到 乞丐也能做得到 乞丐里头也有佛 也有菩萨 也有神邪 问题就是 你有没有这个心 你肯不肯去做 还是我们现在讲进这个题目 学为人思 行为事犯 自己总想想 其心动力 言语造作 能不能为别人做好样子 果然能够为一切众生做好榜样 你就是神 你就是血 你就是佛 我就是佛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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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话 我们讲的很多很多了 诸位一定要细心去参救 圣人 他的心血 与信德相应 信德是什么 信德是真诚 亲近 平等 决定没有搞笑 你们曾经有几个同学 跟着我参观 澳洲雪梨的一个电视公司 广播公司 他总经理来接待我 告诉我 他们这个公司 从总经理到下面这个 员工 一直到的 清理卫生的那个工人 他说我们都是第一 都是平等 我们因为去的时候 正好清洁工人 把这清洁工具 在那里扫地 他第一 他扫得很干净 第一了 柜台里面站的这个服务员 接待一些顾客 清洁 办事认真负责 第一了 经理 你做经理的时候 第一 我们公司 各个都第一了 这是对的 所以总经理进了门的时候 正在扫地的时候 亲切打招呼 彼此打招呼 为什么 各个第一 没有第二 这个公司叫第一公司 每一个人 把每一个人自己本份工作做的 尽心尽力做好了 他是第一了 人人都第一了 每一份工作都是第一了 这个公司才真正叫第一公司 所以我们带一些佛法赠送他们 他们很容易接受 佛的教会跟他所想的 所做的相应 职务上有芥姬 人格上平等 芥姬是职务不一样 人与人之间平等 没有两样 芥姬有没有呢 有 平等有没有 有 正是《华严经》上讲的 行部不爱圆荣 圆荣不爱行部 行部就是芥姬 有董事长 有总经理 有扩长 一直下来 这个员工有芥姬 这是行部 但是他有平等 无论在什么场所当中 你看到他们都是平等 亲切 所以植物有高下 植物并不妨碍平等 平等没有妨碍植物 我当天去看 没有想到 华严经居然在他们公司里落实了 我很佩服 非常赞叹 这种精神理念 我那天还希望它能够推广 推广到每一个 政府的机构 私人的机构 能推广呢 澳洲是第一了 也世界第一 所以你一进去的时候 一个享和的气氛 团结的气氛 彼此互相尊重 互相敬爱 互助合作 这是他们那个宗经理 领导一方 这是智慧 智慧真正落实 在生活里面 落实在工作里面 值得人赞叹 我们居士林 敬重学会 也在做 一般看起来还算不错 实际上做得不够 还要认真 还要努力 好吧 今天我们就讲到此地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